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三个儿子的陪伴下 再次回到他魂牵梦营的故乡 成都 87年前 就在这里的台阶上 17岁的伊沙白 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中学毕业照 伊沙白·克鲁克 加拿大人 1915年出生在中国成都 作为教育家 他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作为人类学家 他为中国乡村的发展 留下了珍贵影像 伊沙白在中国度过了百年岁月 也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变迁 You know I've done a lot of I have not Yes a lot of things that I was suggested to do Yeah Julia or whoever Do you feel guilty? Yeah I feel that I'm wasting And you're over a hundred Then you went back to anthropology And then you went into teaching And then after you retired from teaching You wrote some more books So you've had a very busy Useful long life I've had a very happy life Yes Yes 伊沙白的父母 1912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 在成都从事教育工作 1938年 23岁的伊沙白硕士毕业 为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他决定前往四川 一个较巴士闹的藏族村庄 收集论文资料 他去的时候 他已经拿定主意了 他不要紧紧地 敷在表面 看他们怎么过日子 而是要亲身体验 从人类学的那个角度 他特别想了解 当地的一些个文化呀 和这个风俗习惯吧 当时巴士闹的生活条件 非常艰苦 调研期间 伊沙白接触在一位 姓杨的藏族娘娘家里 善良淳朴的娘娘 每天都会给伊沙白做饭 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她 当时实际上就一个老太太 管她叫娘娘 和她一个小女儿 十岁的女儿 我觉得可能从生到熟 慢慢地这个感情 就建立起来了 娘娘的小女儿 藏族名叫杨宗 她经常会摘些野花送给伊沙白 伊沙白就教小杨宗 唱英文童谣 这些美好的记忆 和巴士闹村当年的风貌 都被伊沙白定格在了 自己的相机里 成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岷江上游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现状 是没办法的 城市里面聊聊俗笔记忆过了 当然有照片这个铁镇站 通过照片反映了 当时的一些建筑布局 有一张 它的县城老街 拍对面 我们看到有个碉楼 我们现在一看 那边全部是县城新城 特别是地震后 我们这边城镇的规模 发展得很快 要不是有一个标志性的碉楼在 觉得那个照片 我觉得都认不出来 在巴士闹的九个月里 村民们都对这个外国姑娘 十分友善 每逢节日 还会邀请她来家里 一起跳锅庄舞 伊沙白感受到了 亲人般的温暖 也切身体会到了 他们生活的艰难 她看到娘娘和其他藏族妇女 每天都要用手 将猫牛毛碾成毛线 在支撑布换粮时 维持生计 既辛苦又效率低下 伊沙白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 想要用力所能及的方法 帮助娘娘改善生活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38年的岷江之上 照片里 23岁的伊沙白正在使用溜索过江 她身后背着的是一架专门从成都买来的房车 她不惜跋山涉水 肩挑被扯 要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带回八十闹送给娘娘 她这段经历就是和在一个藏族家庭里头 和他们同时同住 这就注定了她从感情层面上 这个跟他们建立了一种友情 这个而且是终生难忘的 对她一生道路的选择 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 1939年 因为时局动荡 伊沙白结束调研回到了成都 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娘娘一家 直至1976年 伊沙白才有机会带着全家人 踏上了重返八十闹的旅程 然而由于联络不畅 两家人错失了最后再见的机会 我妈很想见到他们 那就是娘娘他们家里的人 没有见到呢 是她一个遗憾 2019年 带着伊沙白的心愿 中国元栏目组来到八十闹 在伊沙白当年住过的那个小院里 见到了91岁的杨树芳老人 她就是当年那个叫做 秧宗的藏族小姑娘 我妈年老 她自己去不了 结果呢 就来了这么个主意 就是她带了几十年的一个 特别心爱的一个玉佩 就是说把这个玉佩啊 带过去 给他们这个家人看看 就就表示带她去嘛 就是一份心意啊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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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洪宏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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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